旅游部长拿督斯里黄艳艳希望中国积极看待台湾人来马免签证的课题 因为台湾人驸马只是为了旅游观光 无关政治 拿督斯里黄艳艳今天在国民大学推荐2010年大学生旅游嘉年华会后 针对台湾游客免签证来马一试这么表示 尽管该部的立场是支持台湾人来马免申请签证 但基于马来西亚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我们需确保推出解决方案时不会让中国方面产生疑虑 他强调 马来西亚素来坚决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所以我们不想因为这个课题引起中国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他说 该部已向内阁及内政部提呈台湾游客来马免签证的建议 内阁正在考虑及研究 还会做出最后决定 他也说 我国非常重视台湾游客 而台湾游客到我国旅游 并没有逾期逗留及涉及其他移民的问题 因此 该部支持台湾游客免签证来马 参照